- It's not a game, it's a rich thing! 好,大家好,我是蝶蝶 那现在呢 关于Google Pixel 7的更多消息又出来了 那这一支呢是我每一次在讲到 不管是iPhone 13新闻 或是其他手机市面上的这些科技新闻的时候 询问度非常非常高的一支手机后 那Google Pixel 7跟7 Pro 应该是在90月的时候会推出 那上个月的时候 Unbox Therapy他有发了一支影片 那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上手了那一支 接近完成机的Google Pixel 7跟7 Pro 而且是可以开机的 只是没有办法进到Android的画面 那以那个手机的完成度看起来是非常非常接近 甚至你可以说里面可能用的硬体都是 最后的那个版本 那现在呢又有一支新的影片 应该是在孟加拉的一个手机商 那他们上手了一支Google Pixel 7 Pro 而且是完全可以开机 然后进入Android系统里面 那你看到这支影片呢 我觉得看整体的包装 还有它整个硬体的呈现感觉 我个人认为啦是满确定它应该就是最终的版本 那我个人觉得这个外形真的看起来非常的漂亮 那当然呢Google先前就已经自己先发表出这一台Google Pixel 7 那他们在先前那个发表会已经就先预告说这支手机的外形啊 还有它的里面使用处理器会是什么样子 现在呢使用Google Pixel 6 Pro 这一阵子下来呢我个人还是对它的相机非常非常非常的满意 那这一次在Google 7 Pro上面我可能还是专注在这个Pro的版本啊 那我个人会更期待就是说以这一次他们新的Tensor的第二代的处理器 那会被改善先前有人说这一代的处理器可能比较容易发热啊 或是可能比较容易碰到一些当机的问题 那这种事情有时候难免 其实有时候在iPhone上也会碰到 只是据说可能在Google Pixel 6代上面比较多人对这个是有抱怨 那这一次的处理器会不会是可能换成台积电代工啊 或是什么情况那会不会他们有什么方式去改善 那这个也是会我们这一次Google Pixel 7 他们这个系列出来之后我们重点测试的地方 那另外一个最大的重点就是在它的相机 那当然我觉得以现在来讲Google 7 Pro它上面的这个相机组合 那我们光影硬体看来其实跟iPhone 13 甚至要出来的iPhone 14比较起来它都没有输 那更何况他们在长焦镜头上面有一个更好的硬体表现在上面 然后再搭配Google自己本身对相片的演算法 其实从Pixel非常早第二第三代这个系列开始 Google在这方面就非常的加强 那我个人也觉得Google算是一个先驱啦 就是先使用演算法的方式去弥补它们 可能硬体上去代表说我们不用在硬体上面一直进步 可是我们可以在演算法的处理上面 像这张照片更好看 那甚至是在夜拍的地方加强 那它们算是领头羊 跟着其实慢慢其他商场也跟进 那现在iPhone其实也是走一样的模式 就是非常依赖演算法 然后去表现出来它这张照片整个成像跟程式会是什么样子 所以呢每次只要更新新的处理器 就算它的硬体不一定会有一个很大的更新的时候 我们都会满期待说在这次的表现会有什么样的进步 那在Google它们也要推出它们自己的手表 自己生态链系下面的手表 那先前Google的耳机在推出的时候 其实大家一面对这次新推出的耳机评价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我自己是还没有上手 可是我也非常期待 就是说如果在它们现在也推出 就每一家厂商都走这种自己生态链下面的产品 也包含在一起的这种方式的话 那Google这一次推出第一次推出这个手表 它要它是以低价的方式去切入这个市场呢 还是它要去竞争的市场区块是哪一块 因为以现在目前它们在发表会上面展示出来的这只手表 那很喜欢的地方是它的圆形萤幕 我喜欢圆形的手表 那像现在在戴这个Galaxy Watch 5 Pro的话 我其实一开始对圆形的萤幕会觉得说好像 感觉起来好像Apple Watch可以显示的比较多 可是你大概用一天之后你会发现圆形 其实它有很多不同显示资讯的方式 那可能它在里面方形的地方还是可以显示所有主要的资讯 可是它会很充分的利用它旁边周围的地方去显示其他的资讯 那我个人觉得其实习惯之后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使用方式 不一定说好像智慧型手表一定要走方形的 才能给你比较多重要的资讯 那这个我觉得实际上手之后满有感的 那所以这一次Google Pixel的手表推出来之后 现在看起来好像它的边框是比较粗一点 那以这个方式去判断下来的话 它可能是走一个平价的路线 至少他们可能第一次切入市场会走这种方式 那会不会有隐藏一个Pro系列的一个手表呢 或者更高端的手表 这个目前我们还不知道 可是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他们只要在生态链下面有推出这个整个系列的产品 那还有平板的部分 这个部分全都是整合在Google自己可以控制的范围下面的话 那这些产品平常在使用跟串联起来的时候 会不会就带来像我们现在习惯使用 苹果系统生态链这种方便性 那其实我们也不要小看这个Google的平板 那因为其实我现在目前以我所了解 小孩子在学校他们有蛮大的部分 他们的主流使用的系统是Chromebook 那这个Chromebook跟再来Google的平板 要怎么样做个结合 或者整个生态链系统怎么来做个结合 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很有趣的切入点 那如果现在像比如说我小孩子 他们已经很习惯在学校都是用Chromebook的情况下 让他们转换到这个Google的平板 甚至Google的手机 Google的耳机 Google的手表上面 那这可能性呢也并不是没有 因为像现在他们上课使用的Google Classroom 整体的使用界面跟方便性 跟它支援度在Chromebook上 都比在iPad上面还要高 那虽然我还是 目前还是让我小孩子用iPad 可是我已经有点在思考说 如果说他们学校使用的Chromebook 或是可能将来Google出的平板 在他们做作业上面的资源性更高的话 让他们做起来更方便 不会常常碰到一些 感觉起来界面没有很吻合的情况下 那或许我也会买这个给我小孩用 那进而的我可能也会更多去使用这个系统 那这个就是大致上分享一下 现在除了Google三星 他们也是整体推出自己的生态链 但他们整体生态链这次又再加强 那整体上的使用体验也是非常好 那我觉得这个建构整个生态链的这种概念 开始慢慢成熟之后 我个人觉得其实是好事 然后在不同的生态链 会有不同的竞争产品 那即使是对没有想要换到新生态链的人 我觉得苹果也会因为这样必须去 进步他们生态链的系统 或是生态链里面的结合性或是相容性 那只要我们看到更多的竞争 就能得到更多更好的产品 OK 好那今天就大致上分享 现在新传出来这个Google Pixel 7 Pro的开箱影片 那这也代表我们非常快 就会看到这支手机正式上市 OK 好那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话都可以在下面问我 那我们大家可以在一起讨论喔 那我是苹果脸 我们下支影片见 Bye by bwd6 by bwd6 by bwd6